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包含首都基辅在内的各大城市发动新一波的飞弹攻击 那么其中地念波罗第一间住宅遭到了飞弹击中 死伤是特别惨重的 小冯队忙着扑灭这栋九层楼住宅公寓的火势 因为地念波罗这栋建筑遭到了俄国的飞弹击中 二楼以上大部分都是破坏损毁的 不仅造成至少12人死亡还有64人受伤 更还有人埋在瓦砾堆下救难人员要抢时间 不看总统泽伦斯基也提到 定念波罗死伤严厉地谴责恶国 他也说跟英国的首相苏纳克已经通了电话 而在基辅元旦过后首度袭击 泽伦斯基表示要向各界再要武器 请不吝点赞订阅